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性情秘语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袜子里的藏宝图,探索日常的小冒险 二,沙发店下的笑声密码,解锁快乐的秘密 三,厨房里的五部教学,烹饪变身恋爱舞台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袜子里的藏宝图,探索日常的小冒险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袜子通常被视为最不起眼的角色 他们默默地躺在抽屉里,等待着每天的召唤 只为保护我们的双脚,免受外界的侵扰 然而,如果我告诉你,在这些平凡的袜子中 其实隐藏着一张宝藏图,会不会觉得我是在开玩笑 但请允许我以一位研究古今的教授的身份 带你探索这个看似不可能的小冒险 首先,我们得承认一个事实 袜子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失踪的物品之一 你可能会发现,洗完衣服后 总有那么一只袜子神秘失踪,仿佛被洗衣剂的黑洞吞噬 这里就是我们冒险的起点,袜子的失踪 其实是在引导我们开启一场寻宝之旅 想象一下,每一只失踪的袜子都是一张藏宝图的碎片 当你开始注意到袜子的失踪,并试图找回它们时 你就已经踏上了寻宝之路 这个过程中,你可能会翻遍整个房间 甚至是家里的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过程中,你不仅会找到失踪的袜子 还可能意外发现一些早已遗忘的宝贵物品 比如那本你一直想找的书,或是那枚失而复得的纪念币 而且,这场寻宝之旅还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和整理个人物品 发现生活中的不合理之处,并对其进行改进 比如,你可能会发现,原来自己拥有这么多不常穿的袜子 或者发现某个角落特别容易成为物品的黑洞 这些发现,无疑是对日常生活的一种优化 最有趣的是,当你开始与家人或室友分享这场寻宝的小冒险时 它还能成为增进关系的契机 大家一起寻找失踪的袜子,分享彼此在寻宝过程中的趣事 无疑会增添许多欢笑和乐趣 所以,下次当你发现袜子不易而非时 不妨换个角度思考,将其视为一场探索日常的小冒险 谁知道呢,也许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仅会找回失踪的袜子 还会发现生活中的其他小确幸 毕竟,就像古人所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有时候,一只袜子就是最好的开始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沙发店下的笑声密码 解锁快乐的秘密 在探索人类幸福的无尽旅程中 我们偶然发现了一个不太可能的知识宝库 沙发店下的笑声密码 是的,你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经常藏着遥控器 零钱和偶尔一两片薯片的地方 但在这个看似平凡的空间里 隐藏着解锁快乐秘密的密码 首先,让我们来解析一下 这个密码的第一个组成部分 遗失的物品 每当我们在沙发店下 找到那些早已被遗忘的物品时 不仅仅是找回了失误 更重要的是 我们找回了一段记忆 一阵笑声 这些小小的惊喜提醒我们 快乐往往隐藏在生活的小角落里 接下来是薯片碎片 虽然它们可能是清洁的噩梦 但它们也是家庭聚会和朋友聚会的见证 每一片薯片碎片 都承载着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 提醒我们 与亲朋好友共度的时光是多么宝贵 最后 但同样重要的是 沙发店下的笑声密码 还包含了一个深层的哲学意义 在我们忙碌的生活中 快乐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 有时 它需要我们放慢脚步 低头寻找 甚至是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因此 沙发店下的笑声密码 教会我们一个重要的人生课程 快乐就在我们身边 等待着被发现 它可能隐藏在 一次偶然的发现中 或是在一段美好回忆里 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保持好奇心 愿意探索那些不起眼的角落 因为正是在那里 快乐的秘密等待着被解锁 所以 下次当你坐在沙发上 感到有些沮丧 或是寻找一次快乐时 不妨探索一下 沙发店下的世界 你可能会惊喜地发现 快乐其实一直就在 你的触手可及之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厨房里的五部教学 烹饪变身恋爱舞台 在厨房的狭小空间里 每一次翻炒 每一次调味 都不禁让人联想到 恋爱中的那些 小心翼翼与甜蜜蜜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探索 如何将厨房 变成一个恋爱的舞台 将烹饪的每一步骤 都变成一场浪漫的舞蹈 首先 想象一下 你手中拿着一把锅铲 就像是握着你的舞伴的手 在这个狭小的舞台上 你们需要默契配合 才能完成这场华丽的表演 炒菜时的翻转 就像是在跳坛歌 每一次翻转 都需要准确而有力 展现出你对食材的掌控力 同时也是对这段感情的把握 接着 调味的过程 就像是恋爱中的甜言蜜语 你需要根据菜肴的特性 加入适量的盐 糖 酱油等调味料 就像在恋爱中 根据对方的需要 适时的给予关怀和甜蜜 过多或过少的调味 都可能会破坏这道菜的完美 就如同恋爱中的过度粘腻或冷漠 都会让关系变得不和谐 而在烹饪的最后阶段 就像是恋爱关系的巩固期 这时 你需要小心翼翼地观察菜肴的变化 控制好火候 确保每一道菜都能够完美呈现 这就像是在恋爱中 双方都需要不断地努力和付出 才能让这段关系越来越稳定 最终结出甜美的果实 当然 厨房里的每一次尝试 都可能伴随着失败 就像是恋爱中的每一次争吵和误会 但正是这些失败和挑战 让我们学会了 如何更好地调整自己 如何在下一次的舞步中更加完美 最终 在这个充满爱的厨房舞台上 我们不仅学会了 如何烹饪出美味的佳肴 更学会了 如何在恋爱中舞出最美的舞步 所以 下次当你再次走进厨房 不妨将它想象成一个恋爱的舞台 将每一次烹饪 都是为一次浪漫的舞蹈 相信我 这样的烹饪 一定会让你的生活 充满更多的甜蜜和浪漫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也曾发现 袜子的失踪 引发了一场寻宝之旅 你是否也曾在沙发店下 找到了快乐的秘密 你是否也曾在厨房里 与恋人一起跳出恋爱的舞步 请留下你的想法和经历 让我们一起探索 日常生活中的小冒险 总之 作为六博士 我希望通过分享这些 看似平凡的日常冒险 让大家能够更加珍惜 和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袜子 沙发店和厨房 它们不仅仅是生活中的 物品和空间 更是我们发现快乐 寻找爱情 和探索人生意义的舞台 通过这些小冒险 我们可以重新审视 和优化自己的生活方式 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小确幸 而且 当我们与家人 朋友 一起分享这些冒险时 更能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 带来更多的欢笑和乐趣 所以 让我们一起尝试 在日常生活中 寻找袜子里的藏宝图 解锁沙发店下的笑声密码 以及在厨房里 跳起恋爱的舞步 相信我 这些看似 平凡的小冒险 会给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快乐和惊喜 最后 我要感谢你们 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法 问题 或者想要分享 自己的日常冒险经历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力回答和参与讨论 祝大家每天都能 有一些小冒险 充满快乐和惊喜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